要給人家喝笑 因為我沒有人見過我的髮型 3 2 1 Action 大家慶祝我YouTube頻道400K了 大家看到有什麼不一樣嗎 為了這400K的慶祝影片活動 我非常有誠意 你看我的頭髮 是不是沒有看過我這個樣子 我自己燙的唷 今天還有畫眼影 其實今天的書真的慶祝100K啊 他剛剛收到這邊100K啊 你看 我有獎牌了 我終於有100K的獎牌了 這個是新版的 跟我們不太一樣 順便來做一個小拍箱好了 你什麼好拍箱 就是這個銀色版喔 我就400K 我第一次收到而已 你在笑張什麼 所以我收過了不起是不是 你看 你看 它這個 紙板 你話講的咧 很漂亮的銀色的版 它裡面是做那種掏空的那種感覺 YouTube的那個Button的那個三角形是 銀質感來講 我已經忘記它的100K的獎牌是怎麼樣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看有一種很Wow的感覺 幾乎重點 幾乎重點 今天這個影片咧 就是400K 還是一樣是Q&A的影片 開心嗎 你們知道為什麼是Q&A嗎 因為不知道拍什麼 所以我的80萬訂閱 清楚我在Q&A 沒事大家沒有 這回事 今天的拍攝Q&A跟以往拍的有點不一樣 我們要來挑戰吃這個 在馬來西亞很紅的辣麵 其實這個辣麵我很想過要怎麼拍很久啊 但是我覺得找朋友拍又有點好像大家都做類似這樣的東西 你在講我啊 對啊 畢竟我的朋友就那幾個蛋都不是很會吃啦 有點很弱 嗯這樣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辣麵 加上我知道馬來西亞又出了一個新款的 他們講非常辣的辣麵 這個我覺得它如果真的沒有什麼新鮮度跟熱度的話 我就打算這個就拿來做Q&A 我們現在來上我們的辣麵 棒 耶 這個辣麵第一次吃的時候是我家人給我吃的 真的假的 阿妹 你一定要試吃這一款 我們全家人就是 他們就已經game over night 然後就剩下我在吃 我就一吃的時候我就已經愛上它了 我旁邊這個人有一點忙 我不知道為什麼 Are you ok 我還想講一點 我覺得它跟韓國辣麵有的比 我更喜歡它的麵 因為韓國辣麵的麵不是我那麼喜歡的 嘻嘻嘻嘻嘻嘻 我們再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BO522網友提出的問題 什麼時候要殺糖尤 我現在在走入慢性殺他的方式 下一次辣麵 好辣喔 為什麼馬來西亞會出這種泡麵咧 我覺得很棒咧 進步很多咧 是正常人可以吃辣麵 以後我要抵制Maggie Maggie怎麼可以出這樣辣泡麵 再來一個問題是 喜歡穿怎樣的風格的衣服 這位0607的網友問了 我喜歡穿那種非常寬鬆 像現在穿一樣 就是很舒服 又很帥 我比較喜歡穿那種風格 是比較有個性一點的 裴泳網友 請說出三個裴泳的優點 醜 很醜 非常醜 下一題 這是Lucking Jack 網友回答的問題 請問凱浩怎麼可以這麼帥 因為他是常用的朋友 下一題 欸這是我的Q&A 做公眾人物後悔嗎 我一開始是比較 對於做公眾人物是比較拍撤的 從還沒有變成之前 我是覺得我不會走這條路 拍撤一段時間過後 先程去接收他 現在是處於 慢慢去掌握他這個公眾人物的稱號 但是還是在學習啦 因為我覺得 還沒有到一個可以做到公眾人物的標準 小細網友問 對於在外面被偷拍的想法是怎樣 就如同我上一題的講 我覺得我還沒有到做公眾人物的標準 所以在被偷拍這個行為來講 我是覺得我還不夠成熟吧 就是我會不開心 我會擺臭臉 會影響到我的心情 我知道被偷拍這個行為是不好 可是我覺得 如果是真的成為公眾人物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必經過程 有一些人就是不敢的去跟你要求合照 他們只可以用偷拍這種方式 可能去跟朋友講 然後我遇到他了這樣子 在我現階段我還是沒有辦法接受啦 就是還在學習 因為 就是心理上的排斥 就很自然而然 你就會 喔 又被偷拍了 但是有時候冷靜下來的時候 慢慢思考就覺得 可能大家就是會有 沒有勇氣這樣子去拍照這樣 我其實很歡迎大家來找我合照啦 通常我不會拒絕別人合照 除非我不輸 很辣 吃完了可是很辣 你很好嗎? 分量很少可是很辣 你覺得好吃嗎? 不好好吃很辣 我覺得超好吃的耶 把他捅起來了 BELLASU的網友問 親自下廚好嗎? 齁 下廚 我是男人背後的女人 我超厲害的 你覺得好吃嗎? 不行的話我有片段給大家看 我真的是那種小廚娘 大家請看 誰呢 我選擇 你為甚麼 妳想看 我是男人 我所有人 我選擇 你 我關鍵 我答應 你 2016. 2016. remaining 是不是很棒欸哈? 好吃嗎? 我真的只會涂泡麵 Wman Han Song 這個同學為什麼不找其他 YouTuber一起拍影片 你們看我的影片呢 很少跟其他人合作 我是屬於那種比較孤僻的人 我不会用合作这东西来跟他交朋友 很多东西是用合作影片啊 上别人的频道做朋友这样 但是我就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我youtuber的朋友也是很少很少的 可是如果别人邀请我的话 还是他主动来认识我的话我就ok 不会主动认识别人的性格问题 这个干WF的网友问 为什么会想去台湾念书 还有喜欢自己选的系吗 从上大学生活开始投视自备嘛 选择来台湾念书是我中学开始 我就一直很向往 所以在高三天自愿的时候 不用想的我就找台湾的大学来认识 我从以前也是比较向往的传播这一课 然后上大学的话 我的学费都是我家人给 然后其他的生活费啊 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监督 下一题 这个我不会念的网友问 在台湾时最想念马来西亚的时刻是何 在马来西亚时最想念台湾的时刻 台湾的时候我最想念马来西亚时 虽然讲这边台湾也是有做马来西亚的书 但是我就觉得还做的不够像 或者做不到位 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考量的 马来西亚的食物都偏辣 所以他们不可能去做到那边辣的程度 因为台湾人不是很难过会吃辣 还有在马来西亚我们会开车 所以比较方便 在马来西亚比较想念台湾的时候 应该是 也是交通耶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搭捷运 蛮想念走在台湾路上的感觉 台湾很安全的就是你可以走去哪里 然后那里都没有问题很OK 你想念台湾的什么 如果回门秀 不算 对 就是这样然后 走在街道上的感觉 LiniC3的你的Edit Video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很喜欢你Edit Video的风格 我的灵感其实都是在看 综艺节目上面学来的 滑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我都会去参考他们那种综艺节目的风格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会去模仿 然后慢慢在创一个自己的风格这样 就是滑手机不只是为了滑手机 就是还是有在看 哪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学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啦 就是你滑手机的时候 你不单单真的只是在滑手机 但是你滑手机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学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没有在浪费时间 对不对 很好 很好 Jason问 学生毕业后打算往什么路线发展 其实很多类似的问题啦 就是问我 会继续做全职YouTuber吗 现在目前啦 我的想法是 就是我想要演戏这方面的 我都会想要去尝试 我喜欢看自己演的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很舒服 不是尴尬的 我就会 嗯 OK 这个我OK啦 这样 TNG Chan 对网友问 很负能量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很负能量啊 就做负能量的事情啦 负务得正嘛 也是不错 我负能量的时候啊 我是肯定不会选择发文 其实不会在网络上 把负能量带给大家啊 负能量的时候我会 我会安静 然后我会去想 我会去找很多个方法去解决 找到解决的方法为止 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棒 你不可能因为谁的某一句话 而让你整个人变正能量 或者是 让你整个人变好 所有的起源意义都是在你自己身上 我看你要不要做 哇 做你的机会这样 奇怪这样唱一句话啦 没有啦 完整版不是这样啦 我自己消化啦 我是觉得这句话蛮棒的 下一个是 Vick Min 要念吗 I don't know OK 他问 当你做的一切不被珍惜 不被看好 而且没有人赞同你的时候 你会怎么去面对 先讲 你有两边吧 一个是不被珍惜 一个是不被看好 我先回答你 不被看好那一点 通常 只要我不被看好的 我都会去想 这一点 我又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如果今天这一点我做的事情 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管别人 不被看好我这一点 我又没有影响到别人 又没有伤害到别人 那我就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就OK了 但你不被珍惜那一点 我是觉得 如果你所有的付出 都是想要被回报的话 那你会很累 因为不是每一个付出 都会得到回报 嗯 对 你怎么会讲出 比较像人一点的话 我怎么会讲出人话 因为 我是人 你是动物 你是我的爸爸 啊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付出啊 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咯 如果你觉得值得的话 那就OK了咯 不被珍惜的话 你觉得你想不想要继续对他好 如果你想的话 那你就去做 因为那是你心甘情愿的嘛 以为你会开心的 如果是你觉得他不珍惜你 这一点你很不开心 那你就不要出去做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好 Lichy Ice Bear 好问 请问为什么会开一个 属于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对 我们没有想要做情侣的 Channel 第一叻 在避免那种不必要的尴尬 可能哪一天我们没有在一起啊 我就觉得 这个问题很麻烦 或者是第二 我们会觉得 我们两个人都要 一样 自己的作品出来 今天可能有一天 记得蔡长永的时候 你会记得蔡长永做的东西 或者是 今天想到苏珍的时候 会想要 又想到我做的东西 虽然到现在我们还可能给别人的感觉 就是 阿长永自身探索 我们也是在努力的做 自己做的事情啦 像我们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啊 他走的就是很爱vlog啊 或者是很屁的那样 然后我的话就是 比较 爱属于那种 讲教理的吧 然后这种很想 这样 就大家可以好好的 看一下我们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啦 昆尼 应该是昆尼吧 你平常对长永也是这么凶的吗 你觉得我平常对你很凶吗 诶 但是你没有凶啊 是觉得啦 诶 你只是脾气不好吗 哼 哪里有 你讲我脾气不好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 因为我 反护 耶 你终于有自知了 不要打扰我玩游戏 其实我平时应该没有到凶啦 但是就可能大家看到的方面都是 我对他很凶 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个原因 才有一个后果 知道吗 嗯 啊 这样子之前 我是自己发现到这一点的 可能之前的video啊 讲话会有一点 呃 或者是声音不一样啊 我发现到 我一直在想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大家都在讲这一点 我就去想 到底什么原因 到之后 我想到一个原因 我在跟他相处 跟其他人相处 是不一样的 但是 我是对朋友 我不会那麽的 撒奶 撒娇 这样 但是我对他 我会 我觉得朋友 应该不可能 看到我这一面 那种 我对他 这样讲 都是耳镜啊 就是我对他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会变得很小女的那一种 就是我讲话会 你们自己去想象就是讲话会撒娇啊 会用娃娃音 会用娃娃音的那一种 对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讲话变叠 也是因为 那个环境有他在吧 I am is idiot 不要自己讲自己是 idiot 希望你多拍一些教大家拍照的影片 我的youtube有一个系列叫书生奶奶嘛 这个系列呢 虽然是我比较喜欢的系列 但是虽然那个view是没有很好啦 有点难过啦 没有啦 这个系列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 就是未来啦 可能我们去每个国家 他主打拍vlog然后我就主打拍这种拍照系列的影片 其实如果你们想要参考我们的行程啊 我的拍照系列都是跟着顺序走的 如果大家想要看我们出国这种什么行程啊 也可以照我的拍照系列这样子走 然后他就比较拍vlog就是比较生活咯 就是可能吃东西的餐厅啊 我们每个vlog好笑的地方啊 都会在他那边 所以大家就可以参考我们两个人的影片这样咯 开心 逸琳问 常用书呢为什么会成为Azidas的代言人 我们不是 啊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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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 是我不是代言人 我是Azidas original friend 友好的合作伙伴 这样 然后他才是代言人 他是Azidas new系列的代言人 他就是代表于new的代言人 其实很多人会误会 代言人跟宣传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代言人就是你代表这整个品牌 而宣传的话 你只是替他们去宣传去推广这东西而已 因为代言人是真的很大的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啦 徐慧问我的牙齿现在怎么样 我的牙齿现在就是 还剩下一个虎牙要把它推振 就是这边呢虎牙牙齿都变得蛮漂亮的 就是有注意我的照片的话大概都会看到 开心问我 初生是怎么保持身材的呢 我不吃小夜 饭都给才能吃 我的饭量吃不多 饭是淀粉吧 就是不要 如果你在减肥的话 减重的话不要吃太多 饭还是一定要吃 因为饭是有健康的糖 本人体内需要摄取的 不需要完全断淀粉 一碗的饭让你吃半碗 这样 没有什么在克制了啦 现在 WXY605 你有过迷茫的时候吗 如果有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 在前一阵子我很迷茫 他也知道的 就是我觉得YouTuber不是我想走的东西 所以我影片出那么慢也是因为这样 因为我觉得做的好累 感觉不是我想要做的东西 我以后会做这个吗 另一方面我也是觉得可能这个原因啦 我不是属于那种会要去比较的人 所以在这个方面上我没有一个把它设为竞争对手的人 所以我就会一直停在那边 然后我觉得我很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就觉得那时候就很累 所以我剪 简单的狼人杀那个影片哦 后面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这种影片不需要一个月时间那么长 但是我没有兴趣做 然后他就跟我讲 现在这个阶段不是你去选择什么 这个话是蛮对的 因为我想要跑演艺嘛 我只可以靠YouTube这个平台去演剧的时候 大家可能才有从这地方看到我 我就想对 已经有这么好的平台在这边 然后也是有大家在看我的作品 就要好好去做 有作品才会有被别人看到 就在那期间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真的超累的 就像我之前讲的这样 我会去一直想要怎么解决 哎呀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期啦 那你就是要有心态去解决它 所以它有比较好一点啦 就是不会那么排斥 之前我会剪片剪到一半 我就会感觉 ok不要剪好了 这个影片给你啦 我不要了 就是给我想到一点就是 可能现在这个环境不是你想要的 可能你就坚持多一下 之后会开花结果 诶是不是 是 有付出就为我回报 记率是10% 很负能量叻 你再讲高一点可以吗 20 哎呀总之大家 不要想的那么远啦 总之先做好现在的东西 Genial Sim 他问我 你的近况如何 我觉得 这个问题有touch到我 不要看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 你的近况如何 很多人只会看你 飞得多高 飞得多远啊 很少人会问你 你最近怎么样 还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温暖 我的近况如何 我想尝试多一点东西啦 就是 之后想要去上表演课 就是想要把自己演戏那个做得更自然一点 近况非常好 但是最近的皮肤状况不好 有点让我难过 也在尝试很多个不同样的护肤品 然后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 利用这个皮肤不好状况 去认识更多保养产品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你们觉得保养不好 就是一个莫名的收获 等我的皮肤状况变好 完全好了 我就开一个 这一段时期我用了什么保养产品 就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候 是最真诚的 OK 非常温暖的一题作为结尾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我这道什么 其实我也是会看腻自己的 你知道吗 因为每次都是凭刘海啊 没有什么变化 自己是蛮喜欢这造型的 然后还有什么叻 这400K真的是 对我来讲是有一点快啦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到 400K的那种程度 那个level 比较内心的话啦 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是可以去珍惜这400K 就其实你们也应该看得出我 对于那种700K啊 这种东西没有任何要求 去想要得到更多 没有这个欲望 就很像这个奖牌叻 这菜团有帮我弄的 我有讲过我觉得没有 有它没有它没有差 我自己不懂我这是什么心态 我就觉得我自己怪怪的 可是我觉得在别人都很珍惜它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懂得去知足这样的东西 希望是有同步的成长啦 不然我就好像有点没有在进步 OK啦 我的eddy skill 应该有进步吧 这可能就是一个负能量很多人 我有负能量 我是比较容易想很多的人 但是我没有负能量 我还是很开心的 OK 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 跟我的subscribers同步成长 OK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啦 然后就谢谢你们啦 谢谢你们给我这个礼物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